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五妹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欧盟再次开动印钞机 全球大放水的时代即将到来 9月12号晚间 欧洲传来大消息 欧洲央行宣布 下调存款利率10个基点 至负0.5% 这是欧洲央行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降息 欧洲央行维持主要债融资利率在0%不变 维持边际借贷利率在0.25%不变 欧洲央行还宣布重启QE 从11月1号起 购债每个月200亿欧元 今天简单的和大家说两个问题 第一 欧洲为什么要开动印钞机 第二 世界各国会跟风吗 所谓的QE就是指量化宽松 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持行零利率 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 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 增加基础扩币供给 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 以鼓励开支和借贷 简单的说就是指开动印钞机印钱 为什么要印钱 答案就是市场上的钱不够了 钱为什么会不够 因为大家都不看好未来的经济发展 所以挣到钱后都不敢消费了 都成了死钱 市场上的钱不够 会导致什么后果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过年过节很多人都会喝点酒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钱不好挣 所以大家都在省着花钱 都不喝酒了 酒的原材料主要是粮食和水 大家都不喝酒了 那么酿酒厂就不需要购买粮食了 粮食需求少了 农民就不会多种 这样很多地就会慌了 地慌着是产生不了财富的 地种上粮食 人们可以吃 那叫做财富 地长满野草 人们不可以吃 那不是财富 土地慌着 那不叫财富 你把它长成粮食 那是财富 沙漠里有无数的沙子 那不是财富 你把它制造成芯片 那是财富 河水流淌 那不是财富 你把它转化为电能 那是财富 经济发展其实就是增加社会财富 假设中国有一亿栋房子 数量没有变 但是每栋房子的价格 由50万涨到100万 那不是财富增长了 而是货币贬值了 房子的数量没有变 价格上涨了 那只能说明钱印多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想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主要原因 因为房子已经足够了 再建更多的房子也只是空置着 那不是财富 现在大家都把钱存起来了 不喝酒了 粮食需求降低了 社会财富减少了 农民种的地少了 赚不到钱 不去购买手机了 手机的生产数量降低了 社会财富也减少了 工人赚不到钱了 也不敢多买好吃的 农民种植的粮食更少了 社会财富减少的更多了 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大家都把钱存起来不消费 就会导致社会财富的不断减少 最终可能导致各行各业的大萧条 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个时候 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稳定社会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就是印钱 既然大家都把钱存起来 不敢去买酒喝 那么我就印钱去买酒 酒的销量提高 农民就会加大粮食的种植 加大粮食的种植 农民就能赚到钱 赚到钱就会去买手机 工厂就会加大手机生产规模 加大手机生产 工人就能赚到钱 赚到钱就会去购买好吃的 如此形成一个粮性循环 社会财富不断增加 经济欣心向荣 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的原理 就是和这个过程差不多 现在欧洲的经济形势 非常的不好 所以要增加市场的流动货币数量 按照正常的道理 增加流动货币的数量 主要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方法 降准 降准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银行就能贷出去更多的钱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的工厂价值100万 每年能产10万双鞋子 每双鞋子卖10块钱 赚一块钱 年赚10万 现在我以我的工厂作为抵押 从银行再贷款100万 我的工厂能扩大一倍 每年产20万双鞋子 每双鞋子卖9块8 赚0.8元 年赚16万 你说哪个划算 大家看看这个过程 通过贷款 我的规模扩大了 商品价格降低了 我的利润却增加了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 所以大企业都是贷款的 第二种办法 降息 降息 大家存银行的利息就会减少 不划算 所以有人就会把钱取出来 要么自己做点小生意 要么购买商品 降息 大家贷款的利息就减少了 大家就会去贷款扩大生产规模 从而增加竞争力 降低贷款利息 企业就会增加从银行的贷款 扩大规模就能降低商品生产成本 出售价格降低 销量就会上升 销量上升 我需要用的工人就会增加 大家就会找到工作 就容易赚到钱 赚到钱就会再去买鞋子 降息 大家把钱拿出来投资或消费 降息 企业贷款的成本降低了 企业扩大了 商品价格降低了 销量增加了 用工增多了 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种办法 印钱 比如上面举的例子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国家刺激经济发展 想要购买大量的酒 但是国家没有钱怎么办 发行国债 也就是打个欠条 跟老百姓借钱 既然老百姓不肯花钱 不敢花钱 都把钱存银行了 那么我找你借 利息比存银行高那么一点点 你是不是就把钱借我了 我借到钱后买酒 促进了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增加了 我收到的税是不是增多了 然后我拿着多收的税 再把那张欠条收回来 但是如果我借了很多钱 经济还没有变好 我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 还减少了怎么办 老百姓看我借的钱已经太多了 可能还不起了 不借我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只能印钱了 印了钱怎么才能投放到市场上呢 当然购买资产 比如政府拿着印的钱 把以前的欠条收回来 市场的钱是不是增多了 印了钱我去购买房子 市场上的钱是不是变多了 印了钱我去购买股票 市场上的钱是不是增多了 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 全世界的央行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印钱 中国主要用来大规模的基建了 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 美国主要用来购买国债了 日本主要用来购买股票了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 降准降息和印钱 很显然这三种方法 都能增加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数量 都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它们的效果不一样 降准相当于中药 降息相当于西药 印钱相当于动手术 一个比一个猛 在经济形势变差的初期 很多企业由于贷不到钱 无法快退生产 所以我们降低准备金率 让企业能够贷到款 这个时候如果降息 那么就很可能导致经济 一下子就过热了 物价飞涨 产能严重过剩 在经济形势变差的中期 企业的主要问题不是贷不到钱 而是商品卖不出去 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要降息 让老百姓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 降低企业每个月的贷款还款利息 降低商品价格 在经济形势变差的后期 降息也没有用了 所以需要印钱来刺激 印钱意味着基础货币增加了 如果你再不把你的钱拿出来投资 那么意味着你的钱被大幅度的贬值了 比如我们上面说的 房子没有变多 钱增加了 你不去买房子 你的钱就贬值了 现在欧盟在干啥 在降息的同时还印钱 这是又是要又动手术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欧洲的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 欧洲央行下调欧元区 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期及未来三年通胀预期 其中将2019年增速预期从1.2%下调至1.1% 2020年增速预期从1.4%下调至1.2% 或许有人会问欧盟早干啥了 非要等到病入膏肓去动手术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的 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的 货币能自由流通的 你不能只盯着自己的经济啊 比如现在美国的经济非常好 欧盟的经济非常差 如果欧盟开始降息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拿着欧元去兑换成美元了 美国的存款利息为2.75% 欧盟的利息为零 你会把钱增到哪里 要是欧盟降息了 大家都拿着欧元去兑换美元了 如果欧盟央行里的那点美元被兑光了 那么欧盟就没有办法到世界购买自己必须的 但是没有的商品 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 你到其他国家购买商品 必须使用美元呀 所以美国不降息 其他国家不敢降息 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 都要跟着美国的货币政策走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两个高手在比武都已经受伤了 按照道理 你应该坐下来打坐恢复内力了 但是另外一个高手还在盯着你呢 如果你坐下来 他战机偷袭你 你不就完蛋了 所以你想打坐 你也得看看他的眼神 如果他非给你一个小眼神 代表了他也有坐下来打坐的意思 那么你就敢坐下来了 如果他飞过来的眼神非常的狠毒 那么你也只能硬挺着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加息周期内 很多国家经济形势非常的不好 但是又不敢刺激经济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已经进入降息周期了 所以欧洲才敢再次开启量化宽松 反过来 如果现在美国经济形势也不太好 那么他们也不敢轻易降息 那会导致美元大量外流 所以在看到欧盟进入QE模式后 特朗普又对美联储发动攻击了 欧盟已经开始动手术了 我们也应该坐下来吃药了 特朗普发布推特称 欧央行动迅速 降息十个几点 欧洲央行尝试 并成功的令欧元队非常强势的美元贬值 损害了美国的出口 美联储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 他们借钱能够得到报酬 而我们借钱还需要支付利息 那中国呢 中国受的伤也不轻 现在欧盟和美国一个已经动手术了 另一个准备吃药了 我们也需要借着这个机会养伤啊 所以降息即将开始了 大概率是降低贷款基准利率 因为我们的存款基准利率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不仅仅是欧盟 美国和中国 而是全世界经济形势都不太好了 都要准备养伤了 全球大放水的时代来临了 有人关心房地产会怎么样 比如最近几年的降准 大多都是定向降准 银行的钱主要是带给实体企业 至于会不会流进房地产 那个就不好说了 至少从目前的政策来看 国家不想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发展 降准降息所释放出来的钱 第一轮是能够控制的 但是第二轮以后就难说了 简单的举个例子 我是养猪户 现在猪肉价格非常贵 银行在贷款的时候对我们有倾斜 所以我很容易贷到款了 我拿着贷到的钱 扩建了养猪厂 购买了小猪 贷款的那些钱都被别人赚走了 别人赚走钱后 拿着那些钱去干啥 那么国家就控制不住了 这就是第一轮能控制 第二轮谁也无法控制的主要原因 但是防止释放出来的钱又去炒房 所以国家提高了购房贷款利率 实体贷款的利率没有增加 但是购房贷款利率增加了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炒房就不建议了 炒房贷款利率增加了